然后牵手也是制造了很多 我自己制造了一些小意外 然后一不小心碰到了手啊什么之类的 后面就自然而然的 我就抓过来就是伤口了 哪是一不小心 是一直在进攻 我还是一直这样子 就我俩在看电影 但是我坐这边 我还记得我坐你这边 我是表现的 然后就这样子 我表现的 就直接这样把手这样打过来 我表现的就是说一些意外 这还意外就直接把我手伸进来 然后就直接打过来 你当时 对啊 但是你一开始你不跟我识识想后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很尴尬 我觉得外面很多都看着 然后他就这样牵 谁看电影院那么爱 谁看着呢 后面肯定看着我们两个 那我们两个贴这么近 肯定看得到呀 我当时心里想得很尴尬 我当时想得 哎呀多尴尬呀 结果现在 现在出门 必须牵手手 他现在出门 他说必须跟我牵着手 出门哪个外卖 必须牵着手手出去 然后今天在外面 就说没出门 我们去买点东西 然后没出门 我就把它抱起来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直接把它整个人给抱起来 家人们记笔记了 刚刚那一段里面要记笔记 就第一次 第一次跟你喜欢的人 出去约会的一些小tips 怎么样跟他肢体上的 像接触 看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对你可以制造一些小意外 然后会跟他 产生一些肢体接触 然后或者说 你想更暧昧一点 你就可以说 越来越近 就是假装听不到他说话 或者是那种什么 你丢的东西 你丢的就比如说 你的什么东西 就比如说你可以穿个拖鞋 你穿拖鞋去看电影 对啊 看这个看电影 没有 你跟喜欢的人穿拖 看电影 你有主动过吗 没有 你有主动过 下面一点也会主动过 但是哦 你能说吗 不能说 不太能说吧 哦 那我喝醉了呀 对啊 对啊 然后我本身就有点喜欢你啊 那不是很正常 那真的喝了很醉 我那能懂 就是没有很醉 就是很上头 哦 对 好吧 说到这里都说了 就是当时 我有点喝醉了 然后我把他堵在厕所 我说你要是喜欢我的话 你就亲我一下 然后他说你现在不行 以后没机会了 对 我说你现在不行 以后没机会了 然后他没亲 他直接就说 没亲 他直接就把我推开了 我推开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不太好 不太外面很多人 然后我们两个人 如果在厕所就是 争执很久的话 他们肯定有了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时 你是想亲的 然后你觉得外面的人太多了 对外面人太多了 他解释不清 对 他解释不清 就是你当时想亲的吗 就当时有点 然后因为他当时一直在读了 他说必须要亲一口才让你出去 让你一直堵着 不让我走 然后他就说 哎为何怕 然后他说 他又很重贴得很近很近 哎呀 好了别说了 哎呀凶死了 你现在去 赶快租一个 对 厦门厦门第一次见面 我那天晚上喝多了 他堵的时候 我说你必须亲我 不亲以后就没机会了 对 不亲没机会了 然后他最后还是没亲 把我推开出去了 然后后面成都一点 成都第一次见面的话 就是我去的成都 然后我还没告诉他 我给他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我下 结果 结果下了飞机 我在拍广告 我到了杰森家楼下 我当时想的是给惊喜 我就不上去了 然后我就 我就给他发消息 打个电话 我说 我说我现在在成都楼下 然后他说 啊 我现在拍广告 我全身就是没穿衣服 在拍一个沐浴露的 还是什么东西 他说现在没穿衣服 我在那个拍那个就是在浴池里面呢 对 他说你能不能等我一下 我说好没关系 我说你们 我说我等你一下 他说 我说我就不上去了 我说我不想让杰森他们知道 我说这是我给你的惊喜 嗯 好一等 等了我四十分钟 因为当时没有穿衣服 我刚开 我刚刚开拍那个广告 那我今天那天得拍完之后 发给他们过省 就跟那个品牌房里面说好了 那我就拍完之后下去找他 然后他可生气 他说 本来好好的惊喜给你都搞了 现在我可生气 你知道成都夏天有多热吗 我那里坐了多久 我又满头大汗的 这个惊喜搞得我现在 因为当时我来之后 来之前 我下了飞机 我先去酒店精心打扮了一番 咱整得可精致 然后在楼下又热 蚊子又多 给我整得老狼狈了 一脸一脸的粉 粉都要 粉都要那个流光了 都要被汗 而且我以为你当时 坐在杰森那家楼下 小区 那个洞里面的那个沙发 什么 没想到你坐在外面 我当时 我当时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我当时想了 因为那个外面的天气很好 然后我坐在外面 摆一个就是很帅的姿势 然后你一下来 我再转头一看你 等下我想象的是一个 很美好的画面 没想到你害我等了四十分钟 最后我汗流浃背的 而且你下来 你完全没有打扮 因为我来不及了呀 我之前拍视频 我都不收拾的 那我来不及了 我拍完之后 就立马出口茫茫的下去了 我感谢观看 在这个视频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